杀生减兽,真实不虚 徐小姐三年前,在一位师姐的指引下开始学佛 这本金刚经送给你,好的,谢谢您 有了这本经说,徐小姐就经常在家里送经 有时也会去寺庙里礼佛 在徐小姐的影响下,她的母亲和妹妹也经常和她一起去礼佛 女儿啊,自从经常跟着你来礼佛,我感觉精神比过去好多了 看来还真是要多出来运动运动 妈,这是因为你上香拜佛,佛祖才保佑你呢 是吗,你妹妹今天本来要和我们一起来的 可惜有事情耽搁了,下次我们再一起来吧 好啊,今天中午妹妹就会回来了吧 是啊,她中午会回来,你先回家等她,我去市场买点菜 嗯,好的 母亲在市城里买菜时,看到了小女儿最爱吃的无锅鱼 无锅鱼,新鲜的无锅鱼,全都是现捞的,每一条都活蹦乱跳哦 无锅鱼,小女儿最喜欢吃无锅鱼了,那我就买几条今天中午煮来吃吧 妈 啊,小文,回来了 你先跟你姐聊聊,我去厨房准备午餐 母亲 你也不能吃 姐,怎么了 你看,妈杀了三条鱼 那你也不能那么说妈呀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你何必这么认真的 这怎么会是小事呢 要知道杀生是很重的罪业 你和妈都不能杀生的 唉,算了 因为这件事情,徐小姐和妹妹,母亲,闹得不欢而散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徐小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啊,妈妈 女儿啊,快救救妈妈,快救救妈妈呀 妈妈,你怎么了 有三条鱼用尾巴打我 好痛,好痛啊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做梦啊 好奇怪的梦 妈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第二天,徐小姐便急忙赶到了母亲家 一进门就看见母亲的脸肿得很厉害 就和昨晚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 妈,你的脸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昨晚我做了一个怪梦,梦到有三条鱼跟尾巴不停地打着我的脸,还说要打死我呢 妈,杀生尝命是真的,这正是那三条鱼在向你讨命的 因果报应可不能不幸啊 是啊,真没想到杀生的果报来得这么快 是啊,妈,你以后不要再杀生了,产业是很重的 嗯,我现在明白了,看来杀生减兽是真有其事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妈,你怎么样了 唉,都怪我不听你姐的劝说,杀死了那三条无锅鱼,这都是报应啊 你别听姐乱说,这怎么会是报应呢 妈,你快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徐小姐的妹妹依然不相信杀生果报 她执意带着母亲去医院做检查 我诊断的结果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哟 我开一些药给你擦擦,过几天如果你还不舒服的话,你再过来看看的 那我妈妈不会有事吧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唉,然而几天后,母亲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 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到那三条鱼,来跟她逃救你们 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是你杀死了我们,还想让我们放过你,没那么容易 对,我们这次非要打死你不可 对,对,打死她,打死她 不要我,不要我 哎呀,好痛啊,我的脸怎么又肿了 终于,徐小姐的母亲实在无法忍受疼痛 她便和徐小姐一起去寺庙礼佛,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业 我诚心跪在佛前,摘毁我的沙野过错,希望菩萨能够保佑我平安无事 妈,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 徐小姐的母亲,礼佛后的当天晚上,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我们今天一定要打死你 对,不打死你,难下我们心头之汗 你今天休想活命 救命啊,菩萨救我 菩萨 菩萨救我,菩萨救我 你这是自作自受啊 杀生长命的因果报应,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杀生了,求菩萨救我 既然他已经有心毁 那你们三个就让他幸运吧 估计他跟您养受更是成绩 好吧,我们就听菩萨的 您也回去吧,你已经得到了成绩 他们不会再来找人 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我的脸好了 几天后,徐小姐的母亲身体恢复健康 脸也不再肿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因为杀生而减少了三年养受 因此从那之后,他虔诚礼佛 放生吃素,希望能够修夺一些善果来弥补自己的果实 因果报应,真实不虚 只是我们法眼未开,不知道而已 天生万物,苦患多 劝君放手,劝君放手,互生息 善念一缕,达天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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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